台积电在2019年11月超越迪士尼 可口可乐 要升为全球市值第20名企业 11月中旬 台积电股价已连涨10周 是1994年上市以来最长记录 短短几天 股价更飙升到新台币315元 带动台股起涨 涨幅高达17.7% 市值共首次超越三星 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 台湾财经杂志在2019年以六大指标 说明台积电作为一家台湾在地企业 为何具有卓越的世界竞争力 市值八兆 缴税第一 研发领先 贡献GDP 创造高薪工作 以及惊人的台积员工宝宝出生率所创造的 逆赏字画 展望2020将会是一个大大成长的一年 展望2020将会是大大成长的一年 刘德英在台积电11月的运动会上 信心满满地向在场员工以及媒体宣示 台积电面对的挑战从来不曾少过 却贡献台湾税收超过350亿元 贡献GDP达4.46% 拿走英特尔的皇冠超车三星 张忠谋退休500多天 现在的台积电究竟赢在哪里 纯经验代工厂 我就做我该做的事 我纯粹 当然我该做的事 我研发各方面 这个当然是该做的 我要了解市场 这个我该做 但是我不会去跟客户做同样的产品 比如说高通做了一颗 智慧型手机的IC 台积电绝对不会去做智慧型手机的IC 它绝对不会做自己的产品 这个部分客户就会很放心 纯粹专注在金元代工的精神 让台积电在美中贸易争端中 成了张忠谋口中的兵家必争之地 现在台积电变成地方 地元策略家的必争之地 纽约时报报导 针对美国仰赖国外晶片进口 担心台湾一旦陷入政治 或军事危机纷扰 供应链可能有锻炼风险 传出找上台积电 鼓励赴美设立厂房 确保军事优势 也巩固晶片在地化需求 我们从来也就没有 除了在美国建厂的可能性 让我们的价值可以降到 跟台湾一样的可能性 在美国的一个业者 会更为仰赖台积电的一个供应 考量到如果未来 如果有任何的一些 军事上的一些变化 那如果没有办法从台湾来进行出口的话 那么至少在美国当地 有台积电的一个自由的一个晶圆厂 能够直接供应美方 或是军方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晶片 来避免有任何 可能会有锻炼这样的一个疑虑 台积电旗下晶片在飞机 卫星 无线通讯广泛应用 更串联AI5G趋势 让台积电成为美国优先拉拢的对象 不过台积电要不要去美国投资设厂 不只是成本计算的财务问题 而是一道牵涉美中两国争端的 政治经济学课题 从19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下 台湾企业大举西进 而台积电的启示就是 以台湾作为基地辐射外移效益 跨越2019年 台积电计划扩增8000名研发部队 明年将在逐科兴建研发中心 有望打造成台湾的贝尔实验室 我们台湾的基地 需要加强 明年 现在正在计划一个 台湾的Bellet 在建立8000个运行业在里面 这会帮台积电做未来 20年到30年的R&D 在过去的很多年跟未来 我们都会以台积电这个名字为荣 感谢台积电把台湾作为最重要的基地 总统蔡英文特别在11月 前往台积电的台南晶圆18厂 董事长刘德英亲自迎接 除了在过去在台湾的生根之外 将来的重要的3厘米厂 或者是3厘米以下的厂 都会持续的落脚在台湾 那也希望我们台湾重大的产业里面的 指标性的厂商 都能像台积电一样 以台湾为最重要的基地 被称作护国神山的台积电 在外资全面看好下 今年以来股价大涨六成 并且带动台股指数 往12682点迈进 展望2020 5奈米 5G以及AI 绝对会是台积电成长的关键字 我们通常在 因为我们走得比人家快 所以我们在 领域技术的时候 通常的市占率都是 前一两年几乎都是百分之百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未来我们认为 我们明年7跟5的需求都会很高 这个趋势还有加上AI 这个我们认为 现在应该要 投下这个资本支出 来满足未来客户的要求 台积电这艘超级无敌舰队 10月份资本支出一口气 上调到140亿美元 令市场回忆起 创办人张忠谋曾经在 景气低迷时 大幅扩建先进产能 造就日后的黄金十年 成功跨越2019美中征战的艰险 迎向2020 或许此刻的台积电已经预告 将重演当年辉煌 制造下一个黄金十年 未经许多年辈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